換了三分鐘,休息後又要再開工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的是一位很出名的插畫家 但在節目開始之前,我想問大家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大家當年去玩具店買模型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給畫面很漂亮的構圖吸引之後 而去買了它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項目你拿回家砌的時候 當你發覺完成品跟你砌出來 和封面的落差很大 成為世紀大騙案的受害者之後 覺得很傲老呢? 如果在這兩個問題都發生過在你身上的話 這位插畫家,他的作品你一定見過 你一定中伏過 但你相信當年的你,就不知道是他畫的 那他是哪位呢? 就是,杜邊正美老師 1964年,杜邊正美老師已經正式出道了 但他當時,就是頭身在漫畫界的 他早期時也發表了幾套的作品 但奈何呢?他不是那麼接受到截稿的壓力 在幾年之後呢?他就轉為這個插畫界去發展 在1970年至1990年這20年裏面呢 是被日本評為這個SF的插繪畫家的時代 在這20年黃金時代裏面呢? 杜邊老師也發表了很多的作品 例如有早期的龍之子的產品 例如卡申 麥斯5號 幻影時光系列 逆轉王三冠王等等 還有之後的鐵甲馬俠系列 特攝的Ultraman 以及機動戰士高達 之後有聲沖士 超時翁世紀 機甲戰技威龍等等 作品超過300多幅 我手頭上就有一批B4 size 就是老師的一些印刷品 大家可以看到 完全將老師的繪畫風格呈現在我們眼前 不是一些大家在網上下載一些圖去看 可以比美到 杜邊正美老師曾經接受過一個訪問 他有說過 他創作的人生 他是形縮了自己的青春與人生下去 他這句說話 就令到我都很有感覺 就是 由我畢業到從事設計創作 接近三十年 說真的 從來沒有想過轉學 也都不希望轉學 我都希望在十年八年之後 當我退休 都希望可以跟自己說 我熱愛的設計創作工作 都能夠令到我能夠 能夠營縮了自己的青春人生內 在裡面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希望大家Like這條片 分享出去 和訂閱我們的TCM Toys Channel 下集再見 拜拜